曾经犯下未成年猥亵案的美国籍男子华莱士 入境台湾一个多月一度行踪成迷 直到昨天警方在台北市松山区找到人 今天上午立刻将他驱逐出境 移民署私下透露 华莱士来台之后其实是有打算要久居 但是因为没有什么钱 所以有在旅馆做清洁工 或许也曾经想要从事英语教学的工作 但是线都还没有签上 就被移民署逮到人 他是搭乘今天上午11点10分 从桃园机场出境回美国旧金山 内交棒球帽全程低着头的男子 就是43岁的美籍男子华莱士 在移民署的陪同下去逐出境 搭乘8号上午11点多的航班飞往旧金山 踏出国门的这一刻让不少家长安乐心 因为他曾犯下猥亵未成年 还有公开猥亵罪 10月初他以观光名义来台后 中间也去过101等景点旅游 但是他的行踪沉迷 还让教育部通令全面清查外籍师资 有没有问题 直到这个月7号终于在台北松山区找到人 而且移民署表示 华莱士确实有打算长居久住 也想过要做英语教学 只是因为没什么钱 现在台北的旅馆做清洁工 就被移民署逮到 华莱士来台后 未案只居住 前四天入住台北市的饭店 接着就在台北民生社区 找到弃生之处 警卫说也是看到新闻才知道 原来天天打照面的外国人 就是大家要找的人 和移民署方面 由于他一开始也没有发现设计部法 也没有相关的犯罪试证 因此难以申请监听票 居票等只能有限度的掌握行踪 直到朋友介绍了当清洁工 确定违反来台目的 才将他驱逐出境 新查本次是以观光旅游的目的来台 但他在台期间 曾在台北市某旅馆 从事打扫及清洁等临时工作 一秘书表示 华莱士驱逐出境后 将变管制入国身份 以保障民众及社会的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